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生命里面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身体所碰触到的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我们可以打开自己的心灵 就可以发现原来生命可以连接的 是无从镜的 在印度拍摄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人因为贫穷疾病而受苦 而如果人生只有苦还要再回来 这样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这部影片想要探讨的主题 2500年前西达多王子在皇宫外面看到很多老百姓受苦受难 其实过了2500年在纪录片里面我们也看到法会外面还是有很多苹果老百姓 当然看到这些画面会让我们提醒所谓利苦得乐 宗教上不断追求的 可是在台湾或在香港其实都算是活在非常富裕的太平盛世 从纪录片然后从这些画面里面反省我每天的生活 我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说 你们觉得快乐吗 或者是你们觉得生命还是很苦的吗 就是像印度那样子的落差 这个问题如果你现在问我 我就说我是很快乐的 因为我已经知道就是说 如果人生来到世上几十年 如果来受苦我觉得很没有意义 所以我就想我应该快乐 这个是我自己给自己的第一个人生意义的答案 快乐吗 对我来说有两个层面 一个就是因为我从小就会思考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来自为什么 然后我觉得我找到的那天 开始我就觉得有一个满足跟有一个平静在里面 就是但是当然每天的生活像你说的 虽然我们在一个太平盛世 但是那个层面的话 就是每天要锻炼自己的内心 怎么去看待那个世界才能找到快乐 也许我们物质很丰盛 可是精神上的困顿 其实跟古往近来所有的都还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我自己看这部纪录片看了很多次 其实每次看那个都有不同的感觉 但我知道有一些观众在看到影片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法王他开始音乐的那个 跟马达迁罗 对对对 迁罗 有人说一开始听到那样子就开始哭起来了 当然当然我相信有很多人认为这不只是一部佛教的我想宗教的电影 而是比较像是追求生命的意义啦 探讨生命的价值 你们怎么会用这样一个大的问题来做切入点 对 这个一开始我们就不敢说这个是佛教的电影 因为对我们来说呢 开始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呢 我们两个都不是佛教徒 对佛教啊 对佛学啊 一点认识都没有 所以怎么可能去拍一个佛教的电影呢 但是呢 到了菩提迦耶第一天 刚到的时候 安排我们到当地拍摄的人 那就说我帮你约了所有的林波车做采访 我说林波车采访什么 我们当时就 也搞不清楚要采访什么 对啊 我们不可能问他佛教的问题 向他讨教这方面 因为我们不懂 所以呢我们就说 人生的意义是我们两个呢 都一直都很感兴趣 而且又都用了一段时间去寻找答案的 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 当然就应该去问法王啊 林波车啊 就问这个人生意义这么大的题目 那一年的冬天 带着对生命的各种疑问 来到了印度菩提迦耶 这里被认为是佛教徒一生 最希望造访的生地 因为释迦牟尼 当年就是在此地成佛 正德正觉 神圣庄严的围墙外面 是贫穷 混乱跟绝望 只是一墙之隔 却仿佛是两个世界 然而 他们确实同时存在 身边的意义都是 应该是所有宗教探讨的核心嘛 因为人到一个阶段总会思考 人从哪里来 人会到哪里去 其实不同宗教就在寻找答案嘛 我想包括佛教也是如此 不过影片里面其实那个 拍得很美啦 尤其很多异象的部分 我觉得其实每个点 当然除了法王 或是任波切在讲话之外 其实很多穿插的画面很美 尤其一开始的时候 那种车轮的异象 搭配着那个宝王开始讲的 人的谁的情绪啊 转啊转啊就过了一生 所以用轮子的转动 来象征的轮回 或象征的 人的生命的快速的流动 这样的意象跟宗教的搭配 你们该你怎么来的 因为在那边 菩提家到了机场 然后到酒店啊 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交通工具 就是骑那个三轮车嘛 所以我们就在上面 然后就在想 怎么拍这个事情的时候 然后看到那个轮子在流动 然后我们拍的 其实是他的影子 不是他本身 所以他影子其实很美 就像好像一个 人生的一个倒影这样子 就是在地面上往前一直 往前一直跑 然后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 我们就感觉到那个 那个东西很吸引 我们就拿起摄影器来拍 想起什么 像影片里面还有那个烛光嘛 然后或者是那个 路边那个祭拜的石头 上面的蚂蚁 我觉得那也都是非常非常的 生动嘛 或是说从一个进入的转换里面 又有很多流动 生命流动 都是老天给的这些 都是我们计划的 我们都完全没有带什么期待 因为我们不知道 这是什么 然后我们就去了 如果再看这个片 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东西 其实都存在 但是我们平常不会去留心 去留意它 就是不用那样的角度 眼光去看待 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是特别抓一个蚂蚁 放在那个场景去拍 还是真的你小心地观察 你就看到很多蚂蚁 你就把它拍进去 就好像刚才那个轮子也是一样 就好像法王 刚采访的时候 他也是用车轮来比喻 就是说生命就好像 大家觉得一踩下去 那个轮子一启动 你就忘了 你就是那个身老病史 就这样过去 你的情绪就引导了 对 我们就问了 忘了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人生的意义 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思考 或者问自己这个问题 在追寻的过程 你一定会找到答案 然后你就会知道 你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世界呢 它是一种我们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生命供业所产生的 它是属于是就是整个生存在这个地球上 所有的生命 因为你们在拍片的时候一直 就不是 那时候不是佛教徒嘛 不是 所以 好吧 也许可以用一个比较操然 或者比较客观的角度来看待说 你们在拍法王的时候 大宝法王他才26岁 算是21世纪的年轻人 你们又是一个不是佛教徒 来看待他的时候 你们会觉得他真的是 有那么多信徒崇拜的一个象征 还是只是一个年轻人 然后你们真的有感受到 他怀抱的有900年来的灵魂吗 我应该这样说 刚开始接触他 因为我去我是帮关岛做录音 我这个义工就是去做录音 从来没做过的事情 所以呢 每天我们去那个法会的现场 其实法王是很远很远 离我们真的是很远 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信徒跟深重 然后我每天听着 翻译 还有翻译 然后呢 就每天这么遥远的听他 然后也不觉得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然后呢 一直到最后一天 我们下午飞机都要走了 上午才可以 他有空接见我们做采访 拍一些简单的个人的镜头 OK 我们就把我们所有的问题问他啦 他事前也没有说要先看 然后就问了 一回答我就觉得那半个小时 太过得太快了 因为很愉快 我把我们的生命的问题啊 修行的问题啊 宇宙真理的问题啊 什么的问题 我们老子里的所有的疑问都问他 但是他很简单 很轻松 很直接就回答了 我就觉得 26岁的年轻人生命是什么 他们都没想过 他怎么可能回答呢 所以那个当课我就想 他不是26岁 他是900岁 一定是 因为他给我的答案 我觉得对我来说 是很大的启发 特别回家 在听他的那个 听打他的那个采访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 好的很多很多的学问 他说得很简单 其实里面包含很多很多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他必定是900岁 毫无疑问的 很多人呢 修行是一种变成宗教或者信仰 你只是信仰它就够了 好像自己不需要什么付出是吧 它会保护你 其实不会 你要保护你自己 不是说那个信仰来保护你 还是需要一点付出 因为那样 我那样就能不能三个别给 现在这个 男人说两个人都在那里 人就有十分钱 人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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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样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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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岁的意思 就是说要运用这些佛法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吗 不是说把佛法变成一种信仰跟一种仪式 不过我想法皇讲的话里面有一段我比较好奇的地方是 它特别说不要把佛教当宗教 然后其实让我想起有些学者吧 或是有一些宗教家曾经讲过说 佛教是个无神论 因为他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成佛嘛 所以没有一个真正的神在那边 每个人都可以 所以法皇又强调整个影片里面是讲佛教的教育嘛 对不对 而不是讲到所谓崇拜 讲到神 还讲说没有神 所以其实他这样的讲法 当然对我觉得也许非佛教徒来讲 也许能够很容易听下去 可是如果你们现在变成佛教徒了 你们如何来看待法皇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我很认同说法皇说那个佛教是一个教育 我真的是非常同意的 我记得这个片子做完我就给我一个老师看 他也是西藏人 他是一个藏存的医生 然后呢也画唐卡 所以我就跟他画画 然后我给他看 然后他看完以后他就说 里面法皇说了一句很重要的事 很重要的信誓 我说是哪一句啊 他说佛教不是宗教 他也是这样同意 因为在里面其实在那个片子里面 法皇也说得很清楚 就是作为一个佛教徒 你最重要就是要改善你的心改变 我觉得这个不是说 你是佛教徒你就要去敬拜神啊 问神啊 问补啊 不是这个 这个完全不是佛教徒应该做的事情 而是用佛教的佛法去解决你的问题 去对峙你的烦恼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生命的教育 或者是一个生命的哲学 所以我可能也是因为他说了这句话 让我对佛教很大的信心 在藏族的历史上 就是我们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像画堂卡 唱歌 舞蹈啊 都是我们就用这些艺术的方式 来给人一种精神上的求你 这样一种方式跟语言的话 别人更加能够可以接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我自己从学的时代就 因为有门课就是讲哲学 或讲生命哲学的时候 那我就在几个月之中 看了很多不同宗教的经典 然后看了过程中我就会有感触 我说很多很多的宗教是必须 信了之后你看它的经典才有意义 佛教不需要 它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学问 当作一个教育来看待 结果看的时候你不一定要真的就是 相信有个上神 所谓的神在也许可以看它 可是其他宗教是你要先相信 你看了之后才能够改变你的人生 我那时候的感触是这样的 我的感觉好像我看到很多的宗教 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是一些老师 一些上师他们领悟了一些智慧也好 爱也好 他们就分享到这个世界 后面的人慢慢把它形成了一个宗教 比较方便去教导或去处理 然后去传扬分享这样子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好像他就是很单纯的一些领悟 然后我觉得好像你刚才说法王的印象 我其实对他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很直接的人 他有时候跟我们说他跟小孩子就会看到 就过去跟他们拍照 甚至装个鬼脸这样子 但是是他旁边的人反正是比较很希望保护他 就是保护他的形象 所以把他变成了好像是比较像师 九百岁的人 他要... 对,远远地去看待他 其实他没有,他本身是很直接 好像在片子里面 我非常欣赏他就是谈到一些自己童年 跟大自然的时候 然后打电话跟大自然 对,他很直接就讲到这些比喻 就是跟大自然很想要拥抱那个大自然 跟他讲电话这样子 然后他也有很多个困难这样子 他其实我们看到他在他住的地方 就是他还会有很多的保安 就是那个印度的军队保护他 他其实行动很不容易 就是不是他想要很自由 我想要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 就很多限制 很多...他说很多传统的限制 然后很多矛盾在他生命下面发生 但是透过这个 反而他很清楚表达 他是一个人 然后他用什么...怎么样 他用佛法的智慧 来帮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 去面对他还可以撑下去 甚至可以超越了这些 我觉得给很多信徒 或者是给我自己很多的鼓励 他反而不是一个神他已经完美 他不用去处理这个问题 他反而是...就跟我们一样 但是他去面对了 然后他去胜过 所以给了我们很多鼓励 很多力量 也可以这样子去做 片子让我最感动 我每次看片子看到法王说这段 他也是一个人 他也面对很多很多宗教 传统文化的挑战问题 但是他也可以坚持 对,他说年轻... 对啊,我一个年轻人都可以坚持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 但是你要...你需要就是放弃一点 个人的幸福跟快乐 我觉得这个很对 所以我也是...每次看到他 我就很受鼓励、很感动 因为他也是放弃了 他作为一个年轻人应有的自由自在 或者他也希望到处跑 但是他要守很多的规矩 因为他就是法王 他就是噶马巴 他有更大的...更大的意义 他要去...那个...利益众生 当我戴起这个帽子的时候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 承担起 等虚空的众生了 能够离苦得了 有这样子的一种... 一念心 就像是当年第一世法王 他在静观当中 他就看到诸佛菩萨 赐予他这样的一个黑帽 赐给他就成为就是说 诸佛菩萨的事业者 我觉得法王十六次的转世呢 就是凸显 就是比较明显 其实我们身边已经被环绕着很多菩萨 然后拍纪录片的机缘 到拍纪录片之后的境遇的改变 就是以这样真实的变化来讲 你觉得人生真的是有既定的剧本吗 然后我们如果来面对这些因缘聚聚会这样 我觉得我现在是相信有一个更大的剧本 更大的 所谓更大是自己无法去推测规划的吗 是有一个大型的画面 这个不是剧本 这反而有比我个人更大的东西在里面做 这种个人无法去想象的就是了 对 你知道的 有时候你知道 但是你不去听 你去忽略它 但是你听的时候呢 你顺着它走呢 你的人生又走出另外一条路 有的时候我就好像 我拍纪录片 我在我的以前的工作机构做了31年 我觉得很高兴 我大学毕业我就出来做 那份工作让我看到很多很多东西 接触很多人我好喜欢的 但是我从来没想过 我忽然间有一天 那个心真的想走 离开那个工作岗位 那么逼切 我没想过 结果我离开了 为什么我要离开呢 其实我现在还工作 但是我离开就是想让自己有多一点的时间 把时间都给自己安排 而不是给工作 就是我不会有那个亏欠 或者有那个后悔 有的时候你做不是自己很喜欢的事情 你往后你会想很后悔啊 或者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啊 但是我希望我不要再做这个 有这种心情了 所以你还是有继续工作 其实做的部分就是真的毁到自己真正想要的 其实影片里面也一直在提到 法王也好 上次也提到说 生命的意义的追求其实就是要找到真正的自己嘛 可是里面又提到说 有时候我们不太能够做真正的自己是来自于 过往很多的习性 被很多情绪啦 习性牵绊的怎么 所以以这样来讲 关导如何来看待 我们如何去面对我们的习性 其实这个是每天都在面对的问题 不是就是不是一次解决的 就是每天外面的世界都有很多的学习的机会 也是很多挑战 就是很多挑战 然后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过程还完全没有 还是每天在学习就是 然后就是怎么去像法王说的 我觉得有一句他讲的蛮好的 就是你去哪里找那个快乐 就是苦跟乐其实是取决于自己 就是自己如果有一些不开心情绪 或者是有一些想法不好 就是去问自己嘛 慢慢去了解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发生的 的确生命其实是有个更大的难本 可是人生的意义也在找寻真正的自己嘛 可是其实又来自于很多习性 来自于很多情绪 我们其实也很难去 当然也许管到很多 如何找到真正的自己 回应到自己人生真正的价值 所以其实我相信你们两位最 就是从合作身心灵 而且希望说在这样的竞争社会里面 让每个人找到内心的平静 我想这是你们合作的片子的主要的主题 那么未来有什么计划没有 未来是很难我们去完全计划的 其实是当下最重要 就是我们怎么活 这个是很理论 但是真的像外国也有 就是那个present那个字 present本身就是当下就是现在嘛 就是礼物的意思 就是一样生命就是一个礼物 我们怎么 如果怎么可以去接受这个当下的礼物的话 其实就可以带我们去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就觉得里面说的一句很重要的话 就是人生的意义就是找回真正的自己 如果我已经找回真正的自己 我就要活出我真正的自己 这个才是我的生命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活出自己 该真正的生命 我就觉得这个是给自己最大的礼物了 如何找到真正的自己 我想大宝法王也特别不断提到说 只有我们了解 这世界上彼此是互相依存的 我们也只有在彼此依存的关系里面 找到真正的自己 的确人的意义是来自于我们跟别人 我们跟社会 我们跟世界的关系 真的谢谢两位导演带来这部经营的第二篇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